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要先問他 你昨天有吃拉麵了沒有 沒有吃有買 就說假定是昨天有買又有吃 你第一件事情應該先問他 昨天有沒有吃拉麵 沒有 搞不好他是吃得上癮 一視乘足顧 這有兩種可能 不一定 像我也常見他 這家牛肉麵好好吃 明天還想再去吃 我不是私自證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 問他昨天有沒有吃 沒有沒有 所以我要教你怎麼問他 你第二要問他 你昨天有沒有吃 那你先生說有吃啊 那你問他吃了什麼口味啊 是原味的還是麻醬炸醬拉麵 現在那個板橋那裡有一家要排隊的 半夜9點才能賣的 麻醬加炸醬的那種涼麵 那你就問他這個拉麵是什麼口味 講的對不對 你先烤他 那講的都對 然後就問他感想怎麼樣 說好好吃喔 那好好吃 那今天再去買好不好 對啊 那他就沒有食之證 所以你要記得 就烤他 這是我們剛才講的短期記憶 昨天的麵是怎麼吃法 你要好不好吃 你要 假如他跟我回答說 那有 你長不 怎麼有買給我吃 沒有啊 我們長吃飯啊 吃麻醬啊 跟以前一樣啊 他都不記得吃麵了 那就是有食之證 所以你要先問昨天的事 才知道今天做的事對不對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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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 accident 幫是個什麼 ах governance 寰命 我沒止め 我多 whisper 聞 Campus 發展 份